生活文化教育的人,我是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让我几十年的教育,得到了七十大日 我就是因为太讲道理了 我给你们讲道理,你跟我说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三天 我连续给了你五个三天,十五天 十五天你不给我一个保安 最后给我的保安是坏我的发动机 十五天你给我这个保安,你觉得我接受得了吗 我已经跟你们谈了很久了,五四了大哥,你没有穿过那些人 我如果这次有人谈,我就不会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我今天在这很丢人的,你知道吗 现在是个网络,是个网上的网上 我怎么摸,我今天这个脸也不要了 我今天来之前,我就做好心理准备 我就求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啊 我如果这个车,我开出了这个脸二百多里之内 我开一次长途他有问题了 你们都会讲三包,我独立的 我开这个车都没出这个门 你一伙让我一,是不是 你一伙让我一,是不是 大哥,我现在就准备,我已经打倒了 我不需要摘,就这样 您希望打1101号打工商局把我车走 我希望这个事情被曝光 我打1101,人家不接 我打工商局不接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被捉走 我就不信这个天下就没有说你的地方 66万百个车一,一公里没开 让我换发动机,还背锅接着车是三包 跟我的回答,这是三包 我没开出门啊大哥 您知道的,您知道的 您是兄弟,您知道我这个车是什么情况 我没有开出这个门,你跟我讲三包 你跟我讲三包 六十天之内,三千公里范围来换发动机 OK,我这个车如果超过二百公里 我跟你来,我如果开出第三天 超过二百公里 我不接受你们的三包,是我不讲道理 我这个车没开出这个门,发动机弄油 你跟我说讲三包 让我免,说给我免费换发动机 我说我跟你说,我说我要求 你跟我说可以退款,可以换车 你们到最后是换发动机 还跟我说,让我打12315 你觉得,大哥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我也传到网上可丢人 我什么目的,我没有公里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我,我今年我四月十三 我就三十岁 你知道他不可能给你换车 关着这个车,他卖给谁 发动机换我的,他卖给谁 大姐 卖 老师,你好,我是丁丽之间的总经理员 你好,我找你找了将近二十天 今天终于能见到你,非常荣幸 见到了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非常荣幸 今天首先是你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阿姨也挺抱歉的 在这个购车的过程中 我知道您带来了很多的一个不愉快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回答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为什么没有见到我 5号我从德国开产品会回来 第一时间得知您的时间 我已经就跟奔驰及时的沟通了 9号我去北京开这个董事会 11号当时早上11点 我们看到的这个网络的事件 说实话我比您还意外 因为我知道9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协议 也许您还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 而且是由您起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也没有见到 但是我的校尔经理就是11号当天 校尔经理和售后经理也及时去见了你们 他们把你们的情况也给我们回来做了一个汇报 我们也立刻跟奔驰进行了一个沟通 时效性确实抱歉 在整个过程里有点慢 但是奔驰他们最终的答复 在昨天从官方的给我们的回复 也是正式同意换 这个退 因为您一直提出希望是退 就退 同时也说了 就是写了那封邮件给到您 而且呢之前说的是下一周嘛 对吧给您回复的 您给我们的那个回复 我们校尔经理也及时传达给我了 我也看到了 您并不满意 而且今天是您的生日 其实我们给您准备了有生日礼物 特别抱歉 这个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女生 看到您坐在奔驰上哭 其实我比你还难受 这个今天的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一天来讲 我觉得无论是你还是我们 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其实我一开始在那边他们告知我的时候 我都说客户能选择CLS 能选择我们家 我还是希望您还是我们的客户 但是后来他们说您不再想选择了退 我说没有理由的 开出去才这么短的时间 没有理由的给客户退这是应该的 虽然漏机油在三包国家的法规里 它是只能达到一个换发动机 但是我这关的情感上我都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奔驰积极的沟通 其实奔驰也是在积极的处理 但是他有一个流程 只怪我们的这个速度太慢了 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发生 您这样就是您的陈述特别长 我也就是这个相关的比较官方 我能就是刚刚经过各位领导 他们给我进行的一定的疏导 我比较我这个人脾气 就是我不像姐姐您 这么能够官方冷静的处理问题 可能事情不在你身上 所以你代表官方 我我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不好 但是我是个善良的人 就这么简单 刚刚各位领导已经花了一天的时间很辛苦 从刘局到后来城局 给我给我做了一定的心理疏导 所以我觉得您如果再 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些话 又让我脾气好像有点上来了 所以我不想再听了 抱歉哈 就是这样的 我还是让我来说吧 我非常荣幸能见到各位 因为各位大咖 我太久就是一直在找你们 找不到见不到 您有各种理由 你在德国也好 在哪儿也好 但是我没有你的手机 我也没有你的微信 我觉得这一点你不用说 德国我也能打电话给你 好吧 我一直要求跟您通话 包括四月十一号 事情发酵到下午的时候 已经有超过了九千多万的阅读量 我跟你们的销售 我让他出来找我 我说我要求见你们领导 没有人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相信您在哪个国家都有联系方式 这个世界现在不是说它是个意为中间 所以这个事情您没有什么特别要解释 我也不会理解 好吧我不理解我也不接受 所以请您就是不需要在官方说死了 第二点您刚刚说的很好 四月十一号你们官方给了我答复对吗 凭什么在四月你们就说四月九号我跟你们达成了和解 而且你们对外发布的时候我跟你们达成和解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 四月十一号给我发邮件 需要下周奔奔驰给我回复 那时间重述怎么是四月九号我跟你们和解的呢 请问您说的这个和解是什么意思 您的时间是错乱的 好吗 那我再说一下四月九号当时你不在现场 我逼迫你们的销售人员在上面签的字 我用的是逼迫这个词 那个整个东西是我写的 我写完我逼他签字 我说你今天不签这个字我就不让你走 既然我面子都不要了 你必须签这个字 他不肯盖工奔驰的章 他说这个我只能个人跟你说一下 他被我唠的没办法了 他说但具体的结果还是等奔驰来处理 所以您刚刚说的友好协商的结果 我不知道您是说谁跟我有好协商 我问你几个简单问题 第一我钱是交给你们4S店的 我交的是西安利之心 并不是奔驰官方 您跟奔驰官方怎么沟通 是你们的事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做餐饮店的 难道有人在我的店里吃食物中毒了 我说种菜的农民撒农药了 我要先跟那个农民沟通一下吗 我觉得无可推卸 请你们承认这是你们的事情 好吧 第二点我给你们钱的时候 都是按照你们的要求 签字 道歉 3月22号付款签合同 我没有说你给我一段时间 我去准备这准备了 我跟我家人 没有 当场付定金 当场就给钱 但出现问题 你刚刚也承认了 说是个新车发生这种问题 你从情感上是支持我的 那么很简单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为何你们是反复推脱 到最后说硬要换发动机 你刚刚还跟我说根据国家三包 国家三包我再说一遍 今天各位领导也在 国家三包是保护消费者的 并不沦为你们推脱的理由 到此刻你推脱国家三包 国家三包不背这个锅 各位领导也不背这么锅 那我再问你最简单的问题 您跟我谈国家三包 那我问你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只要能回答完我这个问题 我今天就算这事过了 国家三包规定 修车只要超过五天 你必须给我配一辆备用车 我跟你们提出了四次诉求 你把40年的电话拨出来 你们说配不配备用车 看各个店的情况而定 您现在跟我谈国家三包 你是断章取义 因为什么呢 国家三包有利于你的 你来搪塞我 国家三包有利于我的 你就跟我说看各店情况而定 请问国家三包是你们包的 还是你们推脱的断章取义 国家三包有帮助我的地方 你怎么不说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作为消费者在你们 你保证在你们整个过程中 没有受到欺骗吗 你敢保证吗 你敢代表你们公司 保证我在整个过程中 没有收到欺骗吗 我只问这一句 你敢保证吗 您觉得我有什么必要 需要欺骗一个我的上帝 非常好 你的奔驰金融费 我不知道出于何处 没有任何人给我解释 我这样跟您说 各位了解一下我的情况 我全款买得起这辆车 我可以全款买 你们让我做奔驰金融贷款 说利息低 我说我不想贷款 你们各种引诱我买 引诱我买之前有跟我说 有金融服务费这么一笔钱吗 没有 让我去付款的那一天 你们有跟我说 我带了一张卡要刷卡 你们说 你们先让我去财务市刷的钱 刷完了首付刷刷卖保险 买完了保险 把我带到一个人那说 他给我做奔驰金融的一个确认 做奔驰金融确认就问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是某某某吗 是不是贷款这些 我都是我都签字 最后您说 那个人说 你需要一笔 就付一笔钱 一万多什么什么 销售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我说可以啊 我说那我们去财务市吗 说你付给 就是付这个二维码 我说不是刷卡吗 不这个钱不可以刷卡 当时我 你问他 你可以调你们现场监控 现场监控 用我那个位置 我就在水吧旁边 你们个 然后我说 那为什么不能刷卡 我就很疑惑 你们的人就走了 过了20多分钟 把我们晾在那 我再打电话问销售 销售又把那个人喊过来 说姐那个不要为难我们 你就微信给吧 然后他说 让我不要为难你们 我才微信绑的卡 我这个还微信限额 我分了一万和五千二百多 两次付 付完之后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好 那这些我当时都没有数 我以为这是该 就是当时你们说交什么费用 我都没有疑惑 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们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服务费 服务什么 我的所有 我你们帮我做什么了 我为什么要交这个服务费 怎么不算欺骗 直到昨天网友才告诉我 这不算欺骗 你觉得从我的心理上 我能接受得了吗 所以我突然才发现 你给了我一堆发票 给了我一堆收据 居然这张还没有发票 而且转的一个私人账户 您跟我说 这不算欺骗吗 可以 如果我承认您这个服务费 我也承认的 就我给你们任何 我说 哪怕是我说今天你们 那个有个销售服务特别好 我哪怕送他一个礼物 我给他一千块钱小费 这个是重招分你的 你让我知道这个服务费 服务在什么地方 奔驰金融凭什么收我这个钱 你们凭什么 不在不得知我的情况 骗我刷这笔钱 骗我办奔驰金融 我这样跟你说好 我不办奔驰金融 我的信用卡 现在也能拿出四十多万 还不用手续费 我有这个金额信用的 我把我上海的房子给你们做半底 我不是一个不达到资质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我你服务我什么呢 我就问 你是奔驰金融没有给我收利息吗 我是资料没有需要我提供你们去银行帮我打的吗 还是我还是说我是快递给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给了你们奔驰金融给了我一张纸 要我把这个所有的资料给你们我把资料自己准备好给你们的你服务我什么的呢 凭什么收这个一万五千多呢 领导们你们觉得一万五 你们姐姐你可能有钱 你们是大公司觉得是个小钱 我们这种做餐饮的十块钱一碗的面 我得外卖一千多碗才有这个钱 这个钱我能赚到 但他非常辛苦 我买得起这个车 我也消费得起这个事 但是道理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刚刚问你 你刚刚说的很好 我凭什么 我为什么要欺骗我们的消费者呢 这个要问你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我这样说 如果你跟我说 咱们也买过包 一个包也一万多 你如果这个事情跟我先见后说有这么一件事 我不认 那是我的错 我要求调你们所有监控 当时是不是把我们扔在那扔了二十多分钟 意思是你们自己考虑吧 我钱都交了 而且你们这个非常无耻赞 让我先去交首付 把所有的其他钱都交了 再跟我谈这笔费用 这是最后一笔费用 压制我必须收在他那 而且这个人就在你们现场 我现在也去捉他 我你让我觉得是你们乱收费吗 请问这个费用是国家哪条法律应该有的 我就我现在我不跟你说其他的 您跟我谈三包 我只有两点 我刚刚我们跟牛局也好 跟陈局也好 我说的很简单 你说的对 三包我现在已认了 哪怕是换发动机 哪怕你不用换 我这个钱我六十多万我都不要了 但是我必须为我自己讨一口气 你跟我谈三包那我就跟你讲法律 我有三点问题需要您回答 第一点 就是这个奔驰金融服务费 我表示我不知情 你们是骗的 谁把我们那个账户可以帮我查一下 是谁代表你们收我这笔钱 钱最终流向何处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都被你们欺骗了 我相信肯定有 这个是我铁板钉钉的东西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 您跟我谈法律 我跟您谈 好吧 这个车你也现在暂时 我们暂时不停车 我不需要你给我换车 还是换什么发动 什么都不需要 你这个就是你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你的事 但是我的问题你得回答 第一 奔驰金融费 你这是骗区 我至昨日之前 我都不知道 到昨天我才知道我被骗了一笔钱 你就可怕了 但是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被你骗这笔钱呢 肯定有 我随便问一下 我再 我随便拿一个人 拿个不知情的人来 把他的票据拿出来 告诉他这一张 你知道这个钱的哪一头吗 不知道 我知道我首付是多少 我知道我贷款是多少 我甚至知道贷款的利息多少 好像是十年百分三什么的 但是我都觉得他利息低 我都比过利率 但是我都不知道金融服务费是什么东西 好 第二点 如果你认为我 我应该知道他 请问你给我服务了什么 是不是值一万五千多 你是以什么物价标准 你们给我服务什么了 你这个服务费是服务什么了 我就不明白 对吧 您给你擦个鞋十块钱 给你端完水 服务员服务一个月 他是一个物价所得 您金融一样事情没给我做 所有的资料发给我 我去做的 我跑到银行打流水的 让我去办个居住证 我跑到公安局去办居住证的 这些都是我没有的 我去集齐的所有资料 让我把上海的房产证给你们 都是我去跑过去的 今天你跟我谈服务费 你这个一万五是以什么的计价标准来的 你给我 我想听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必须跟我回答 绕不掉 好吧 现在我说了 我还是重申一遍 可能这是你们的法务 我再次重申一遍 你说三包要给我换发动机 好这事咱不谈了 可以 如果国家觉得我这个事情需要换发动机 可以 我接受 你现在请回答我三个关于法律的问题 第一笔 金融服务费一万五 首先我表示我完全不知情 并且我愿意代表所有的奔驰的舍主 我去我去找 我打电话挨个问是不是知道这个 是不是存在欺骗 你就是欺骗 敲诈勒索 而且那天明显把我们摁在了 硬要我扫你们的二维码 我说刷卡都不可以 第二点 一万五 你是以怎么的一个 它叫金融服务费 你给我服务什么了 你是以什么的计价标准来做的 这个一万五的金融服务 所有的资料是我提供的 对吧 好第三点最重要 我觉得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我想请望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你奔驰公司到现在避重就轻 对不对 胡乱收费 拒不承认 我不明白今天我坐在这的意义是什么 真的 我是给各位领导面子 真的他们非常好 从早上一大早 他们今天休息星期六 承蒙各位领导的关怀 一大早 放弃 那一天你你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半夜 他们还在你们4S店 全民都在关注你们在做什么 欺骗一次一次的欺骗 你们欺骗的事情我太多 我都有证据 我不想一一说 因为早上我已经跟刘局ID说过 我不想再说 这个小雪是这样的 到今天他还跟我说好像是 好像是他们让我等待奔驰下周给的答复 4月9号你们给所有的对官媒承认 说是工商局说的 说我们已经友好协商 时间是错乱的 逻辑是不通的 对 小雪 你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就是 小雪 谈这个 情况 我们都 把这个东西了 我们下来再调查 这个需要就是我们要调查 包括你现在说的 金融服务费的问题 还有这个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等等这些事情 这都会 在调查结果以后 像这一条都会 给你一个非常圆满的答复 好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要问 陈君你等我一下 第二点 你跟我讲三包 请打开三包 是不是说 三天 那个三包就是你帮我修车五天 我修五天以上 你得给我配备用车 这是三包规定 你自己打开 我打你们电话 打售后 打400 打了所有奔驰相关 你们给我的一致回复 是看各店的情况 请问你诺大的店 这么大的事 不给我配车 还是你们店的情况 您指国家法律和广 就是说三包里面 这一条你们就可以不认了 你们只认对你们有利的了 对你们不利的就不认 您还有 您还跟我谈三包 咱们还平等吗 我这个车从3月22号签合同到今天 你们奔驰是否关心过我是怎么出行的 有吗 没有 您现在坐在我对面 跟我讲一堆高大上的道歉 您在德国 我不接受 对不起 我真不接受 我不接受 我完全不接受 我对您的道歉 是因为您在我们公司购买过程中 无论怎样 您不够愉悦 所以这个 我是为了他道歉 我可不是为了我在德国 没有见到您而道歉 刚才是这样的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情绪有点激动 今天我过生日 我不想再 我好不容易被各位领导把情绪安抚下去了 你现在硬要激我来杠我来否定我 您觉得有 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听您说